哈喽,大家好 这一颗蝴蝶兰是我上个周末在苗圃里面买回来的那一颗蝴蝶兰 今天准备来给它换一下植料 买的时候发现它的根系就不是很好 但是因为这个花瓣就非常的特别 花瓣看上去像桃花的形状 花瓣是尖尖的 一般的蝴蝶兰的花瓣是圆的 而且这颗花的颜色也非常的特别 是粉蓝色 是一颗不太常见的蝴蝶兰 首先来看一下它的根系 它是种在水苔里面的 看一下里面的根 好多根都已经干死了 可能是从农场到商店这一段时间浇的水比较多 所以很多根都烂死了 来拆开看一下里面的根的情况怎么样 首先把这个圆的塑料杯剪掉 首先把这个圆的塑料杯剪掉 里面的根真的情况不是很好 里面的根真的情况不是很好 这些水苔包的非常的严实 通常买蓝花的时候如果是用水苔种植的话呢 大部分的时间根都是有问题 因为水苔吸水太多 接上它这个塑料杯是不透气的 很大的机会呢 根都会烂 所以平常买蓝花的时候 如果有选择的话 我都会挑那些用树皮种植的蓝花 那种蓝花的质量比较好 相对来说 用水苔种植的蓝花呢 就比较便宜 看下这几条根 原来应该是长得好好的 现在都干成这个样子 平常我买蓝花回来的时候 如果根系长得还可以的话呢 我都不会给它马上就换植料 最少等这些花开完了之后 才给它换植料的 就把这个圆的塑料杯剪开 然后就这样子放到杯子上面就可以 这一颗蝴蝶蓝的根烂得比较厉害 所以呢 我还是觉得马上给它换一下资料 把这些根都修剪一下 水苔差不多都拆完了 看一下它的根 还算可以 不是特别的差 清洗一下 那再来给它修剪一下根 清洗之后呢 看一下 断的根比较多 我是准备把这些黑的 断的都全部给它剪掉 我看过一个专业种蓝花的一个视频 他们给蓝花换盆的时候呢 直接把水苔扒掉 然后呢 再离 月星大概一寸的地方 把根全部剪掉 好的坏的 全部的根都剪掉 剪完之后呢 也没有给它们消毒 或者是怎么样 就直接的再种回去 他们用的水苔是干的 种植完之后呢 也不会马上就给它浇水 大概是一个星期之后才给它们浇水 他说 蓝花是有自己育合的功能的 所以呢 根部剪完 它还是会自己育合 不需要消毒 所以呢 我也是把这些凡是有断掉的根 都给它修剪掉 修剪完之后 今天就来给它用 桃栗跟水苔混合把它种回去 桃栗跟水苔的比例是3比1 这一次我用的水苔只是一点点而已 今天还是用这种杯子来种植 杯子底下面是没有洞的 只是在边缘的地方都打了很多的洞 我会放一些比较大块的木炭在杯子底下面 大概有半寸的高度吧 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就放一小团的椰子衣在根的中心地方 放这个椰子衣呢 我也重复说了好几次了 就是在里面 让它的空间多一点 空气流通好一点 放这颗兰花之前呢 再放一点桃栗在底下面 把这颗兰花放进去之后呢 稍微把杯子转一下 然后根就会很服贴的在杯子里面了 桃栗跟水苔在种植之前 可以把它们混合好 我呢也就没有那么仔细了 在放桃栗的时候 顺便就拿一些水苔这样子就可以了 固定好这颗兰花之后呢 就把桃栗跟水苔混合一下 就把它们放到里面去 轻轻的放进去就好了 我用的桃栗跟水苔的分量非常的少 就轻轻的把它们填满就好了 不需要把它们都压得很严实的 最好能看见里面有缝隙 用手这样子轻轻的捏一下杯子呢 桃栗就自然的往下走了 在给蝴蝶兰换盆的时候 如果根部有做修剪的话呢 质料最好是用干的 我刚才把桃栗泡湿了之后才想起这个事情来 如果大家以后再给蝴蝶兰换盆的时候尝试一下 如果根部做修剪的话呢 质料最好是干的 这样子呢就避免了根部会因为桃栗或者是质料太湿 而造成烂根的情况 好了差不多全部的桃栗跟水苔都放好了 然后我在上面还稍微的铺一些水苔 少量的水苔就可以 也可以用一个棍子把水苔调整一下 因为里面的缝隙还是比较多的 稍微的把水苔调整一下 这一次我用的桃栗跟水苔的分量都非常的少 中间的地方呢几乎是没有质料的 因为都是放了一小团那个椰子衣在中间里面 边边的地方呢它也没占多少地方 所以用的桃栗跟水苔的分量就少了很多 植料放少一点呢就少一点造成烂根的机会 通常我们造成蝴蝶兰烂根的原因就是 植料太多里面的通风不太好 水分也太多所以呢就造成烂根了 终好之后稍微的把这一颗兰花往上提一下 然后看一下里面的缝隙还是比较多 空气也是绝对流通 铺一点点水苔在上面呢就让它的湿度保持的更好一点 看一下种好之后里面的根是绝对有空间的 不会因为我们用的植料太多 然后里面的空气不流通而造成烂根 现在来把这个竹签换 我不太喜欢用竹签插在植料上面来给这个花梗做支撑 竹签插在植料上面很容易腐烂而造成烂根 通常兰花买回来之后呢我马上会把这些竹签换掉 今天呢我准备把这一根铁棍贴在这个杯子的边缘 就像我通常的做法一样 这种方法非常的简单又美观 而且又不会造成蓝花的烂根 等花下了之后呢就直接把这个铁棍子移开就好了 好了现在用一个截子把它截紧 就大功告成了 这一盆花的花枝比较长 把它放到这个瓦盆上面就不会头重尾青 就不会倒下来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